我要谢谢一下我老公 I want to send to my husband today here to support me 谢谢 他今天来支持做这个摄影技术工作人员 我觉得我不够高怎么办 很想踮起来看一下大家 我好奇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 幸福 OK 真相 好 为什么当他在说幸福 真相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的心是稍微往下沉了一点点的感觉 而不是一种飞扬喜悦的感觉 你的感受呢 好像也是是吧 好 所以他说的这个字 这个词是幸福 是真相 但是他说话那个语气 让你感受到的是什么 好像是在问老天啊 幸福在哪里 的这种感觉 好 我收到了 OK 还有别人呢 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 好奇 好奇 好奇要让你在路上七公里塞车两个小时 这个好奇心有点 非常的强大 还是我听错了 是什么 期待 OK 好 你在期待什么 信息敲门 啊 打开你 打开你 想见到那个 啊 我觉得很喜欢这两个句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位说 来 你来说 我来把麦克风递给你 我吗 OK 好 谢谢老师 我说我期待幸福来敲门 谢谢 我刚才说我期待开幸福之门的钥匙 想见到老师 见到你 谢谢 是 我想就有一些原因 把你带到这里来 但是我想把我们都带到这里来 包含我自己 是因为对幸福的这个字 我仍然充满了一些 我没有放弃追求幸福 应该怎么说 我仍然有这个向往在 我此刻的幸福指数 不知道 每一个人可能会给他一个不同的幸福指数 但是 今天把我们都带到这里来的一个原因是 无论此时此刻 幸福指数在我的心中是零 还是十 但是我仍然没有放弃这个向往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是 我对幸福指数对我来说 已经是在十 已经是报表 但我仍然愿意去学习 怎么样把这么在我心中充满的幸福 去分享给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还有我周围所有有缘分遇到的人 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是吧 嗯好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在这做一个小小的 呃 算是一个问卷调查 哈哈哈哈 好 我想要知道你在你心里头对于你此时此刻的幸福指数 从零去表示一点都不到十满分 你认为你此时此刻的幸福指数在哪里 五分 我们一个一个的分数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说到这个分数你就举个手 那如果你觉得说今天我不想告诉你 你就不用举手 没有关系 好不好 呃你想从十分开始说还是从零分开始说 对不起我喜欢从零分开始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大声一点 是啊哈哈哈哈 这是一个小秘密 我现在正在教你第一个幸福的小秘密 逐步增加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种幸福感的增加 递减的话我明明很幸福的递减之后反而变得不幸福了 哈哈哈哈 好这是教各位的第一招 好那我们现在从零开始啊 我说了这是你可以决定不举手的没有关系的好吗 OK 你认为此时是零的请举手 一 二 三 三 三 四 五 六 请你举高一点高到让我可以看得到 我们从五重新再来一次 哈哈哈哈 来五 好 六 六 七 八 九 十 好的 此时此刻坐在这里的你 你的幸福指数是在五以上的 请举手 哦 来帮自己拍拍手 呀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也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可能我现在接下来分享的不见得是你自己用得到 但有可能在你周围有人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份礼物递出去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看见幸福 看见这些真相 但坐在这里来看见幸福的人想要知道幸福的人 这些人 居然都是幸福满意度超过五的人 那么他在告诉我一件什么事 他在告诉我的事情是 幸福的人吸引幸福的人 他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是 这个课程很有可能是自己感觉不幸福的人是被他们所需要的 可是他们有没有机会出现在这里 他们没有机会出现在这里 可能某些原因 可能是他们觉得时间 可能是因为家庭 可能是因为工作 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已经不可能 无论是任何原因 所以今天我们有缘坐在这 我也想和把这件事和大家分享是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当你有一天觉得自己情绪非常低落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请你想起曾经有一天 在西安某个11月15号下雨的那一天 你听到了有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 幸福吸引幸福 真相吸引真相 正能量吸引正能量 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心情不好 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情绪低落 你真的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要往哪里走 要往有正能量的地方走 要往幸福的地方走 要往光亮的地方走 那为什么此时此刻 要把这句话先告诉你 是因为我发现 当我们幸福的时候 我容易往幸福的方向走 当我悲伤的时候 其实我是连出门都不想出门的 有没有注意到 曾经你生命中 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的 请举手 我也是 请放下 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都一样 这是人的本质 那么 把我把这句话 递给你 请你放在心上之后 今天我们是幸福的 但是不保证我明天 也感受到幸福和快乐 我们接受人生就是 有个波动的 祈福的 事实上 波动才是人生生命的真相 你知道吗 你同意吗 好太好了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谈 因为这其实才是真相 没有永恒不变的事情 你同意吗 同意 好的 所以波动才是生命的真相 变动才是生命的真相 那么我就不期待 我要每天幸福 换句话说吧 如果我期待 我是一个每天幸福的人 那你认为这个人幸福吗 哎 为什么 他本身期待说明他没幸福 他第一个他的期待说明他不幸福 对很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这个期待有可能落实吗 不可能 因为没有每天的幸福 我们人都会有高低起伏 我会有快乐的时候 我会有不快乐的时候 我会有觉得今天特别顺的时候 我也觉得今天什么都不顺的时候 好 当我顺的时候 我就觉得什么都好 什么都顺 我觉得今天都心情特别好 我看到了人每一根 就算他坐着眉头 我都觉得他好可爱 但是我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算对面的人在对你微笑 你心里想的是他想要从我这拿什么 是吧 对 所以 记得 从今天开始 如果我第一件事情是 我接受生命的真相就是 它是波动的 它是起伏的 它是变异的 我不要求我每天要有同样的一个心情起床 我不要求我每天要同样的喜悦指数 我今天可能是7 但我接受明天可能是3 在这种状况底下 事实上各位 你们已经接受到了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都接受人生的真相是变动的 我们都接受我可以在每天不同的情绪状态里 我不期待我每天都在同样的情绪状态 后面来的朋友 你们愿意到前面坐下来吗 好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这边地上可以坐的 虽然我们椅子不够 欢迎你到前面坐下来 欢迎你欢迎你 谢谢